Hello,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说一下 号称宇宙中效率最高的机器 它其中的某些部件 能够以每秒钟十按钻的速度旋转 虽然它速度这么快 但是只需要四分之一圈 它就能停下来 然后再相同的速度 以反方向运转 它就是细菌变毛 这些变毛能够让细菌四处游动 它是由四十多种蛋白质组成的 这些蛋白质少了一个 这个系统就失去了功能 蛋白质如果离开了这个系统 猛似也没有什么作用 所以有些学者就认为 这个细菌变毛 是不可还原复杂性的一个例证 因为他们认为 这个系统少了一个 就无法正常工作 所以从一开始 这个系统的所有部件就必须同时到位 那这个说明了什么问题 就是说明了啊 细菌变毛 无法由自然选择一点点演化出来 他们认为啊 一定是由某种未知的智能体设计出来的 这就叫智能设计路 Intelligent Delight 怎么样 是不是不明觉厉 细思极恐 然而 可是 但是 这些学者啊 只说了其一 没有说其二 他们只告诉了你 想让你知道的那部分 没有告诉你 他们不想让你知道的那部分 其实这个系统 是可以被简化的 有很多传染可怕疾病的细菌啊 他们有一种类似真筒的结构 它是由二十多种蛋白质组成的 它的真筒啊 是不能旋转的 但是它可以把有毒的物质 从真筒注册到人类啊 或者动物的细胞里 它和鞭毛的结果非常相似 而且还少了很多布甲 少了很多蛋白质 但是它依然有很好的功能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 它更具有生存优势 所以这就证明了 不可还原复杂性 是错误的 细菌鞭毛呢 是可以简化的 而且后来呢 生物学家也已经证明了 也已经研究明白了 细菌鞭毛是如何一点一点演化出来的 实际上细菌鞭毛啊 作为这个不可还原复杂性的例证 在二零零五年 一个著名的丹佛学区诉讼案里边 已经被否定了 事情的起因呢 是丹佛学区教育委员会的部分成员 它不满进化论 但是它不是出于科学目的 不满进化论 是因为其他的目的 不可高人的目的 所以他就要求教师在课堂 教授演化论的时候 要宣读一个一分钟的声明 说明演化论 作为解释生命起源的理论 实际上是不完善的 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理论 包括但不止于智能设计 而且还要向学生介绍智能设计的参考书 挺好 然后这个行为呢 就引起了家长们不满 11个家长就把丹佛学区告上了法庭 那么原告方就想证明 被告方的智能设计论呢 实际上是神创论宗教的另一种形式 被告方呢 就是想证明自己的智能设计论 实际上是一种科学理论 因为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是不允许公立学校教授神创论的 然后在审理的过程中啊 双方都请了很多专家学者 出行作证 各自呢 都列举了很多事实 来证明自己的理论 然后值得一提的是呢 这个被告方啊 有很多学者放弃了出行作证 我认为啊 他们可能实际上自己的内心里边 也是认为智能设议论 不能够放在公众的眼光下 公开的去检验它 这样呢 也许会成为自己学术生涯的一个污点 然后经过四十多天的法庭辩论了 法官就认为 智能设计论 实际上就是神创论宗教的另一种形式 不是科学理论 禁止丹佛学区在公立学校教授智能设计论 实际上这个案件呢 网上有很多视频啊 跟文章 大家可以去自行搜索 我就不多说了 大自然的演化啊 实际上是一个不断犯错的过程 就是它不是那么完美的 每一次DNA复制的时候啊 都会有微小的概率产生一点错误 然后这个错误呢 会有微小的概率啊 让它的后代产生不同 这个不同呢 又会让它呢稍微的比别人更加适应当时的环境 所以啊 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啊 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生存体 这就是中国老话说的啊 失败是成功的嘛 塞龙失马 胭脂肺腑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啊 以前老师教我们是进化论 但是现在啊 不怎么说了 更多的说的是演化论 因为适者生存 适应环境呢 才能生存下来 那个时候地球的气候啊 实际上是非常恶劣的 它经常变 不一定说是好的基因 才能生存下来 也许恰巧 它的基因不是那么具有优势的 偏偏恰巧 又适应了当时的环境 它就生存下来 所以说就是叫演化 可能更加适合一点 但是我一直坚信 我们都是被设计出来的 就是你是财物品 我是优能品 那没有一个检验人员吗 设计出来没有一个检验的吗 肯定有检验的呀 但是总归是有那个 百分之一千分之一 出错的概率吗 那你就应该淘汰啊 从现在设计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